- 全球的攻擊 哈囉我是群小潘 在課程的問卷調查以及我的YouTube頻道 很多人都敲碗想要學閃躲 首先先幫大家建立起一個觀念 最好的防守就是攻擊 那閃躲做得再好你也不可能閃得掉每一拳 拳擊終究是一場攻擊的比賽 攻擊的頻率是很重要的 在擂台上展現你的鬥性還有侵略性 也能降低對手的攻擊頻率 但是當然閃躲還是有很多的技巧 第一步用腳步和距離來繞掉攻擊 對一個拳擊手來說有兩種距離 第一個就是舒服的安全距離 對方打不到我 如果對方要攻擊我需要移動 所以我就有時間來做出反應 第二個就是危險的距離 在這個距離要保持警戒 因為一旦對方出拳 我就很有可能會被打到 壓迫型的選手 你要隨時保持在這個高壓的危險距離 並且做好防禦 才能給對方很大的壓力 逼著對方不斷的做反應 耗盡對方的體力 並且擊倒對手 當你感受到對手要攻擊你 立刻用腳步移動 拉到安全距離 一旦要安全距離 對手要再度攻擊你 你就可以再拉開距離 或是左繞右繞 也可以利用後側攻擊之類的技巧 一邊打他一邊拉開距離 第二步 如果你不想要做太多的移動 也可以利用閃躲技巧 拳擊的閃躲 就是利用屁股來帶動的 千萬不是只有上半身再扭來扭去 如果只有上半身再扭來扭去 就算你閃掉拳頭 已經不再是基本的姿勢 就沒有辦法馬上出卷反擊對手 而且如果只有上半身大動作的閃躲 會讓你的體力掉的特別快 會讓對方打得越來越爽 好的閃躲要用屁股來帶動 分成左閃還有右閃 左閃就是髒關節向左轉 有點微蹲的感覺 右閃就是髒關節向右轉 有點微蹲的感覺 如果有在熱舞社學過hip hop 律動的人 就會覺得這是一種律動的感覺 還有千萬要記得 閃躲的目的就是反擊 你左閃 髒關節剛好就是可以發動左勾拳的位置 左勾拳是左拳裡面威力最強的 左閃以後利用髒部的發力 把左手想像成是一把斧頭 那屁股再轉回正位 同時你的左手往對方砍過去 右閃也是一樣的道理 右閃閃到右邊以後 剛好就是可以發動右直拳的位置 你閃完以後就會反擊 這樣他就不敢對你肆無忌憚的攻擊 你比賽也會輕鬆很多 我也很常收到提問 小潘啊 練拳到底能幹嘛啊 從最實用的層面來說 相對其他武術來說 拳擊是一個非常好的入門格鬥技 只要你有雙手就可以打 也是練武防身的一個好選項 拳擊能讓你學會安全距離 還有危險距離這種格鬥技的必備觀念 遇到危險時利用拳頭打倒對方 能夠安全下裝的機率也會提高很多 一些格鬥技像是柔道 需要近身抓住別人 那如果對方有武器 你受傷的機率也會比較高 再來從健康體態的方面來說 拳擊是高強度的運動 不論你想要提升你的體態 還是想要提升心肺能力 進而提升其他的運動表現 拳擊都是很好的選擇 而且要帥 拳擊也超帥 加入我的課程 踏出夢想的第一步 我們一起帶上拳套 提升你的戰力等級 祝福各位 武運蒼龍